朋友们好 这是一棵仙人球 现在呢 它的花正在盛开 仙人球呢 也属于多肉植物的一种 所以 仙人球也是一种 可爱型的植物 即使是它没有开花的时候 它这个球体本身 也是蛮漂亮 蛮吸引人的 这个球呢 挺大的 应该有 一个拳头那么大 我以前呢 一直都不是很在意 仙人球 有看到仙人球开花 可是呢 感觉那些花呢 都不大 比较小 虽然也很可爱 我是偶尔看到呢 也买 但是没有想到呢 这个仙人球 大的仙人球 开起花来 这么漂亮 哎呀 真是美极了 于是呢 我上网去查一查 发现呢 仙人球开大花的品种 非常多 简直就眼花缭乱 一时间呢 我在市场上呢 也没有找到 可以开大花的仙人球 至少呢 我没有看到 正在开大花的仙人球 嗯 这个呢 这个球呢 是我 呃 本身想去买别的花的时候呢 看到的 很大的球 我看到这两个毛茸茸的 都不太清楚 它是不是花芽 因为我没有呢 把一颗小小的仙人球 把它从小呢 养到大 然后再养到 它萌动花芽 所以我也不知道 这两个小绒球 就是花芽的 那最后呢 请教了 呃 花店里面的 养花师傅 他告诉我 毛茸茸的 就是花芽呀 所以我 非常激动 居然 我碰到了 一个大大的球 并且还长了花芽 这个让我呢 感觉到 非常幸运 因为我呢 呃 这一段时间呢 刚刚了解到 仙人球开大花 有这么美 像昙花一样美 而且呢 它不会像昙花那样 就短短的 昙花一现那样 呃 晚上开一下 早晨就败了 它呢 像昙花一样大 像昙花一样美 但是呢 第二天上午呢 还能开 一直呢 像这样的花呢 一直开到傍晚 才渐渐的败了 呃 也就是呢 开一天 呃 幸运的是呢 它下面还有一个花芽 还有一个毛茸茸的 小花芽 那 那个小花芽呢 不久的将来呢 会继续盛开 呃 并且呢 它这些白色的小点上面 呃 这个球的白色小点上面 呃 逐渐的呢 会冒出来黑色的绒毛 那个呢 就意味着它又会有新的花芽出现了 这个呢 让我感觉到非常欣喜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一颗非常可爱的仙人球花 另外呢 我简单说一下它的养护 因为它的养护呢 几乎呢 没有什么呃 在这个夏季没有什么让人特别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呃 如果是把一个小球养大呢 可能是要经历一段时间 呃 精心的养护的 呃 特别是还没有花芽的情况下 那要把它弄出花芽来 那这个养护过程要相 相对复杂一些 那么将来等我呃 尝试把这个小球从没有花芽养到有花芽呢 我再和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经验 那这种买回了带花芽的这种球怎么养护呢 其实也要有两点要注意 一个呢 它有了花芽就要少给它浇水了 呃 如果你不断的给它浇水呢 它原来的花芽呢 也会掉 嗯 仙人穷呢 喜欢干燥的环境 因为它毕竟是来自沙漠的一种植物 它喜欢干燥 另外呢 它就是喜欢温暖 阳光充足的气候 所以呢 要给它晒太阳 但是尽量避免呢 过于暴晒 也就是说 早晨晒晒 中午呢 稍微晒晒 如果 呃 阳光过去了 就没关系 如果还在晒 一直晒一整天 七八个小时的暴晒 那也不是很合适 会把它的球体呢 球上面晒出发痕来 那就缺乏美观了 我呢 买完这个花以后 我在回到花店的时候呢 已经是 呃 两三个星期以后 我发现它们另外一个相似的球呢 一个花芽也长大了 那它们花店里面呢 这个花其实是 放在室内的 放在室内开天窗的地方 那里呢 我观察了一下 并不是阳光非常多的 也就是早晨几个小时的阳光 那么它的花芽呢 就健康成长 所以我觉得呢 不要给它爆晒 为了保护它的球体呢 不要受伤 好的 关于这一颗 开了美丽的花的新人球呢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